來到大夜大學的美食街 用餐人數稀稀落落 還有好幾間攤位沒有營業 學生說這樣的狀況 已經持續一陣子了 去外面吃 選擇比較多 這樣的情況多久了 一兩年了 要少一點點 還是會覺得不方便 還有學生說美食街在前年底 突然無預警關閉 校方緊急向外訂購便當 才讓全校六千多名師生 不會挨餓 現在美食街雖然重新營業 但攤位減少很多 選擇也變少 比較多 稍微應該少了 現在大概少了多少了 三四這樣 不只一次經營出的狀況 還有人向教育部陳勤說 學校對於承包美食街的業者 違約無預警關閉 沒有積極求償 甚至還放任業者片面修改 合約 降低租金 懷疑是因為前副校長 和業者有關係 但校方否認 除了美食街的經營問題 陳勤書中還指控前副校長涉嫌 長期磨用學校資產 造成學校虧損 但校方也駁斥這樣的說法 強調前副校長去年就已經卸任 但教育部還是要求學校說明 要查清楚是否有不法的情形 華式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式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式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